欢迎来到陈嘉宾,Herbert 大家好,你们好 没想着这么快可以开始讲 所以有点紧张 我叫Herbert 我们是今年的波导行的筹位 首先想多谢传道和教会 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今次来讲一下 波导行的筹款 而波导行的筹款目的 今次是为了澳门的波导会 成人教育中心 它搬了一个新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将会成为 澳门第三间波导会的教会 就可以去一下 就是这只鸡 先去一只鸡 翻转一页 翻转一页 后一三 不用翻转 先翻转一页 刚才说到 我们今次的筹款目的 就是为了成人 波导会成人教育中心 大家认不认得这个主角 认不认得 它是去年的主角 它今年叫做布菲 希望大家参加这个筹款活动的时候 都可以像他那样 布菲 见布鱼菲 和生生猛猛 布菲可能都比较难记 它有一个英文名 大家猜不猜到它叫什么名 布菲就是了 它的英文名叫布菲 希望大家都可以 好像吃布菲的时候 越吃越多 和越走越快 我要说的都差不多 我想将时间交给我的影片 大家可以看看 波导一家同心见上 Let's be people 好 大家都看完短片 刚才看到它的口号 大家想不想都试一次 大家都觉得这么好笑 好吗 好啊 大声点好吗 好 那我们一起讲了 波导齐飞 同心猛上 Let's be faithful 好 好 这样呢 刚才牧师都说了 今年呢 其实我们希望呢 是会有一千人去参加 而参加这个目标呢 并不是因为在籌款上 而是因为都想 大家波导一家 都可以同心合力 为这个澳门的事工而去发展 给大家一些背景 这个就是新搬去的 波导会成人教育中心 可以去下一页都可以 那我们呢 下一页都可以 那我们呢 就在这个设计里面 其实融入了 刚才Let's be faithful 那句东西 那里面会有 之后呢 也会有一些教会 和一些圣经的元素 都会融入去里面 而最重要呢 其实呢 我们呢 可以去下一页 最重要呢 就是呢 其实呢 我们是将这个 教育中心呢 其实是呢 将它融会成为一个 礼拜日的崇拜的地方 那你会见到 这个平时是一个 多用途的地方 而跟着呢 你会见到 后面有个十字架 礼拜日呢 就会用来做崇拜的 但是呢 因为呢 我们都是一个 新的尝试 将一个教育中心 和一个崇拜的地方 就集结在一起 那呢 都在摸索阶段之中 都想大家呢 是纪念 和是帮我们去祈祷支持 而大家都见到 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方 被人去聚集和崇拜 那我们都用了一些 就是去成就这件事的时候呢 都在经济上 和在财政上 都会有一些需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今次呢 都多多支持 这个筹款的活动 这样 那平时就可以用来做 workshop 去教兴趣班 这样 那呢 刚才呢 沉重的东西都说完了 现在说一些轻松的东西 那刚才 传道都说了 我们今次呢 就是11月25日呢 就会在将军浩 就举行这个 筹款的行动 行动的 那呢 就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 大家见到呢 有两条线 一条呢 就是红色 一条呢 就是蓝色 就是沿将军浩呢 很漂亮的海边去行的 那大家呢 如果未走过的话呢 就要多多去支持 红色那条呢 就是 家庭线 就是短一点的 大概要两个小时 如果呢 走建坪线呢 我们都试过了 都要走四个小时 那大家要记得带水了 我都想补充一下呢 其实呢 那里呢 出发地点呢 就是在 将军浩地铁站 走过去的 波道书院那里出发的 而刚才呢 家庭线呢 可以回回来 我再说多些事情 家庭线呢 就是由波道书院 去到游堂的 而建坪线呢 就是由波道书院呢 去到这个 南田公园 那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自己的体力 那就和一大班朋友 一个团体那样呢 就想一下 走哪里啦 那呢 都有补充少少的哦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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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帮了 是